来吧,新玩具,官方授权,千世机甲和CatorBody联名推出的这一款大头晴天柱 盒子外包装小巧迷你的一个大大的汽车人logo 这里有魔术的粘扣打开,里边透明的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内容物 食品方面,全彩印刷,收明书,薄华板里边还会内附电池啊 先来看这个大脑袋吧,拿起来还是挺沉的 合金的材质,沉点点的涂装的细节处理非常的棒 耳朵这里边的刻线,口罩的刻线甚至还有点像外转的柱子 脑袋上面有一个激发开关,按下去,眼睛会发光 而且头顶的这些进气口,散热片会跟着连动 哇,这个细节做得很不错 耳朵天线部分,这个地方是齿轮关节 就是让你这么来回盘着玩的 后脑勺这个地方也有两档磁吸可以来回的推 打开 就是靠磁铁 所以这个东西算啥呢? 我之前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经常刷到某些潮玩什么的 他们就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是在手上来回盘着玩 让我想起来前几年风靡的指尖陀螺啊 还有我们国内更古早一些大爷们手上老盘的那俩铁蛋蛋 那个球啊什么的 当然有一些文玩手串的核桃了什么的 也在手里边来回的盘 还有盘打火机的,对吧,玩笔的 这个感觉是什么呢?解压玩具吗? 说白了,这就是手闲的 我也一样 盘打! 可能这个就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吧 手这个东西人类的手是非常灵活的 所以在不工作的时候 手上闲下来总得盘点什么东西 这个大脑袋的尺寸刚刚好啊 盘在手里边叮叮叮叮叮的 齿轮很清脆 然后来看这款小柱子 挺不错的一个造型 非常的可爱 正满受全嘛 自然官方的汽车员logo也会有 胳膊的可动幅度啊 该有的也竟然都有 上台啦 旋转啦 转腰 当然它是不能弯腰的 前踢 后踢 侧踢被锁住了 膝盖弯折 哎,脚踝是球形关节 图中很精美啊 亮闪闪的 胸口也是透明的玻璃 压上去以后里边有一些银漆的勾线点缀 头脚做的非常漂亮 三百六十度旋转 同时还配有一个地台 脚丫子插上去 站在这里 小人也配有头部的眼睛发光 汽车人的标志这里是个磁吸 摘下来碰一下脑袋 就可以点亮了 当然再碰一下 关闭 不用的时候吸在这就行了 哦 挺萌的 额外还配有四个替换手型 两个止然的 两个张开的 所以大哥的经典姿势摆出来也是没有问题 武器方面 擎天柱标志的大枪 也做了Q版萌化的处理 金属的涂漆很闪亮 握在手里也可以摆经典的姿势 能量服也做了金属器的涂装刻画 直接插在手腕上即可 喂 这天 你老了 当然这一套豪华版嘛 还有一个所谓的噱头模式 真的是噱头啊 头摘了 我们换一个更大的脑袋上去 哇 原先的造型就已经挺萌了 切换成二涂身的比例以后 会显得 你看到它会不自主的乐出来 这个感觉就是那种傻乎乎的可爱啊 而且还有个噱头 这个擎天柱的口罩是可以摘掉的 卸下来之后就变成了欧脸脸 这个还挺帅的啊 挺俊美的一张脸庞 而且这套产品会分三个不同的版本推出啊 三人偶版 手把件版 和一盒都带的豪华套装 总的来说非常可爱的一套产品 不论是原先的这个造型 还是换上大脑袋的二头身效果 以及摘掉口罩的奥列安的感觉 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得嘞 这一套小玩意儿 咱们就玩到这儿吧